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仙迪 武裝組織塔利班重奪政權之後 阿富汗局勢動盪 成千上萬難民增相逃離家園 面對難民潮來勢洶洶 究竟美國和其盟友 以及歐洲各國會伸出援手 還是觀賞大門,嚴防死守呢? 嚇到以機場的形勢依舊緊張混亂 美國總統拜登說 他和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 討論過支援阿富汗難民 和其他撤離人員的相關共同義務 他承諾美國將成為這些支援工作的領導者 並期待國際合作夥伴都敢做 收容曾經幫助過外國部隊和外交人員的阿富汗人 但美國還未宣布接收難民的確切人數 怎樣安折難民都成為一大難題 華爾街日報披露 華府考慮將一些美國公民和阿富汗難民送去南韓 日本、意大利等國的美軍基地 而南韓則回應說還未與美方討論 美國的盟友紛紛表態支持 英國宣布計劃在一段較長時間 接收約2萬個阿富汗難民 第一年將允許5000人定居 主要是女性、兒童 以及有危險的宗教和少數族裔人士 加拿大將會重新安置2萬阿富汗人 包括政府職員和女性領導者 澳洲將會提供3000個名額 給逃離國境的阿富汗人 但這些名額將會來自人道主義簽證計劃中的已有名額 不會增加名額總數 大批平民進入周邊國家並陸續抵達歐洲 雖然歐盟委員會主席羅恩呼籲 歐盟成員國接納阿富汗難民 又承諾歐盟將會提供財政支援 不過歐洲各國擔心2015年敘利亞戰爭引發的難民潮重演 法國總統馬克龍表明 會協助曾經幫助法國的阿富汗僱員 也強調應與逢同盜絕可能的大量非法移民潮 對敘利亞難民最包容的德國 總理默克爾率先表態 強調不會重複過去犯下的錯誤 過去不少難民經過伊朗進入土耳其 再前往歐洲 因此土耳其決定修建邊界牆 阻擋可能從阿富汗湧入的難民 奧地利拒絕接收任何阿富汗難民 而且會驅逐國內的阿富汗非法移民 瑞士亦不會接收大量阿富汗難民 阿富汗長年軍事衝突和政局不穩 早已有220萬難民到鄰國尋求庇護 郭亞有350萬人無家可歸 今年更出現嚴重干旱、糧食短缺 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 大約1,400萬人處於饑荒狀態 亂局何時才能告一段落 恐怕取決於塔利班如何重建阿富汗 今集就說到這裏 多謝收看